由于过去对台湾猛禽生活习性的了解很少 所以杨明山国家公园的研究人员正积极进行相关的研究 为了要了解大关鸠幼鸟的成长状况 研究人员必须爬到树上 谨慎地取下幼鸟 做一些测量和检查的工作 再把它放回潮中 这只幼鸟虽然还小 但已经相当凶猛 不时地张嘴 拍斥 威吓接近它的研究人员 为了减低幼鸟的不安 研究人员必须先将幼鸟的眼睛盖住 以免它过度紧张 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幼鸟装住袋中送到地面 然后测量它身体各部位的成长状况 并且记录它眼睛红膜的颜色 这是因为很多猛禽眼睛红膜的颜色 会随着年龄而改变 记录它变化的情形 可以协助未来对年龄的判断 为了要了解幼鸟离潮后的活动情形 研究人员还在幼鸟的身上装置无线电追踪器 以便在幼鸟离潮后 仍然可以追踪它的活动状况和范围 在幼鸟离潮后继续